欢迎收看千涵的晚间课新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 原物料行情喷发 12档资金点火 日前传出欧洲大型钢铁厂 遭到俄罗斯攻击 加上大型钢铁重镇 河北唐山疫情严峻 进入半封城状态 市场担忧钢铁供给吃紧 带动全球钢铁攀升 另外乌克兰及俄罗斯暂停肥料出口后 决定实施化肥零出口政策 禁令包括胆、零、甲化肥和复合肥料 由于俄罗斯、乌克兰都是化肥生产大国 战事持续冲击下肥料爆价孔一涨难跌 上述种种情况造成近期盘面上 传产原物料行情喷发 统计共12档股价表现强势 除了钢铁、肥料族群 另外包括水泥双雄、化工类股 也成为资金点火标的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 分享这则新闻给大家参考 喜欢我的影片也帮我按个赞吧 大家晚安 捧 có có d Moto UgNight Nigh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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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ght